蓝头浮沿辽阔 专事普里地震事务所 要负责有普里、仁赖、国姓 与此的土地测量 民众所申请的案件 都要一个月以上才能完成 议员林芳宇今天在定期会提出看法 希望相关单位能否缩短作业时间 若人手不足应尽数补齐 普里地震所管辖的范围 所测量的范围是业务是蛮大的 业务量是蛮大的 而且它的范围很宽 我们间接跟分割的部分 就要用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真的这个对民众的期待时间 真的蛮长的 希望说能够缩短这个时间 如果说人员不足的话 还是专业性不足的话 希望说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个调整 希望说在人员方面 能够充足地应付这些建树 再对于这些申请案件的话 能够尽速地去处理 减少一些民众的抱怨 我相信这是民众所最期待的 县内大型医院 有提供深夜小儿科急诊服务 目前只有两家医院 议员邱美龄在定期会上提出建议 希望卫生局要多加宣导 有提供深夜小儿科急诊服务的医院 或是提供APP 让民众能更快的查询 网路很方便嘛 那在我们卫生局这边 就是可以提供一个APP的医疗资源 让民众去查询 因为乡下地方其实都是属于比较 都是一些老人家带孙啊 那万一说半夜要是有怎么样的话 其实可能在措手不挤之下 不知道往哪边送 因为我上去网路查 那就是有一些民众有抱怨说 半夜要带小孩子去看医生 跑了三家医院最后才找到南投省医院 才有那个夜间的小儿科医生门诊 那所以是不是我们这部分的宣导 还是说什么 让民众能够更知道 静静定期会上 多位议员针对县内各项建设 提出许多看法及建议 希望县府等相关单位 能够更加重视 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品质给居民 免疫新闻中博军南投县会常播大